来自包括七堵区都北里 中山区中山里 信义区里东社区发展协会 暖暖区令内静信会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以及七堵区六堵社区发展协会 赌南社区发展协会 和基隆市社会教育协进会等长辈们 载歌载舞展现热灵学习促进成果 活动现场也安排各种AI健康科技闯关活动 为了展现健康促进具体成果 七堵区独北里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获得卫福部补助据点创新方案 结合建峰健康科技置业公司 藉由AI预防医学科技 导入日常课程强化长辈健康促进 举办独北AI健康科技加年华活动 小弟啊 希望我们 我们这些好朋友 够回去 如果出品跟他人 二位比较多 他不复杂地 欢迎他们这个福光外景 这真的不简单 这个表示里长很有心 得到中央的支持 来作为我们老人健康促进 用科技的方式来帮忙大家 今天是我们独北里举办有史以来第一场是健康科技加年华 透过一个游戏 一系列的游戏 为游戏当中 来观察王妻企来观察你的健康状况 如果健康状况更不好的时候 他就老师说老师就跟你说 所以大家来这里 是不是 我们会去看长者的数据有没有异常 那么给予长者最多的照顾 由于独北里内 高龄长辈人口不断增加 为了让长辈们能够欢喜健康在地老化 107年成立独北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每周五天全时段提供关怀访试 电话问安 咨询以及转介服务 共餐服务 健康促进活动 预防及延缓失能失智等六大服务 落实在地热灵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